各位朋友 香港冰臨城下 政府餓狗搶屎 早前美國出了一個報告 國會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 是關於美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裏面提到要重新審核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美中經濟及審查委員會的報告出了之後 林鄭月娥特首好像很得戚 忽然間異和團上身 說香港貿易順差對美國很大 美國得益多 根本不用看美國臉色之類 之後就開始知道出事了 因為很多議員提醒 美國那邊好看香港的轉運高科技 是不是會轉運到中國呢 如果發生這些事 香港將來的高科技貿易 或者輸入高科技 可能會受到美國的制止 特別是美商會都開始提出這種疑慮 特首就沒有聲出 之後政務司張建宗就開始說要去美國遊說 希望保住最有為國地位 跟著財政司 這位陳茂波很久沒有出現 忽然間有飛撲出來說要全力捍衛獨立稅區 叫香港人無需擔心 他說基本法提及 香港是有經貿事務上完全對外自主 這是香港核心競爭力的重大優勢 他說經常會和美國總領事提出溝通 強調政府就會向美國解釋 忽然間遇到這些情況 特首糟糕失言 政務司張建宗就飛撲出來補飛 陳茂波就厲害了 從前被人說是劏房波、不務政業 現在忽然間好像很厲害 說要捍衛什麼什麼 難道他是泛民嗎 那個獨立關稅區的地方是美國給香港 不能捍衛的 別人要拿走就拿走 只能夠妥協或者是乞求 或者請求 說得客氣一點 乞求就慘一點 不能捍衛的 因為不是來的 別人是給你的 至於他忽然間說 香港有完全對外自主 有港獨上身 遇到這些情況 香港就獨立 當然是經貿方面 記得有一個新聞 一間香港公司想輸入美國的敏感科技 遭到美國商務部的調查 想去美國的香港經貿辦事處 即駐外的經貿辦 查一下這件事是屬實 可不可以提供援助 居然香港駐美國的經貿辦事處 是沒有回覆的 這些地方都看到 香港一遇到事的時候 就雞飛舊走 那些蝦冰蟹象就出來認聰 希望這些事經常發生 我們給中國拿走所庫防的錢之餘 都有些醜劇來娛樂一下 阿門